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有个定律,就是光鲜亮丽的背后一定会有不堪的一面,而且这个定律可以应用在任何方面。 就像之前爆出来的新闻中,很多名气相当大的明星,看上去经济自由,生活无忧,可在这个假面背后,却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 此外,还有一句话是说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哪怕是身为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,也免不了被家务事所困扰。 他在歌坛上的陈旧毋庸置疑,事业婚姻都算得上顺风顺水,唯独于哥哥张学智决裂,成为他人生的一大遗憾。 作为张学友的哥哥,张学智沉迷博弈,欠下六百万巨额债务,与弟弟决裂之后生活落魄,还埋怨弟弟身价胜意,却不帮他一把。 好在与弟弟恩断一绝之后,他幡然醒悟,改掉了曾经的恶习,这才避免了他人生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。 只是破季难再远,他与弟弟的关系再也不复往日亲密,最后,只落得个亲兄弟末路的下场。 说起张学友的经历,其实可以说相当坎坷,童年过得尤其不幸福。 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,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,有一个哥哥和妹妹。 兄弟姐妹之间年龄相差不大,感情甚好,甚至可以说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 而且,受到博弈成性的父亲的影响,兄弟俩年纪不大,就染上了相关恶习,常年混迹于各大场子。 尤其是张学智对赌马有着疯狂的迷恋,经常带着弟弟和同学一起去赌马场。 张学友也曾说过,因为父亲爱好博弈,尤其喜欢赌马、赌狗,所以,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父亲买彩票。 在大众的眼里,拥有这种爱好永远是被人不齿的,因此,张学友一家没少受到街坊邻居的嘲讽和白眼,更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有太多往来。 母亲看着丈夫和两个孩子,先后沉迷于博弈,也是痛心疾首。 在多次苦劝他们戒掉无果之后,他只能用瘦瘦的肩膀,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。 可是自古以来,博弈意图永远都没好下场,更何况,家里有三个人沉迷于此,就算母亲挣再多的钱也不够他们折腾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他们的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,生活很时间难,母亲都快要撑不下去了。 游行生活的母亲可以说是天天以泪洗面,无时无刻不觉得生活黯淡,而且也要一起忍受街坊邻居们嘲讽的眼神。 可尽管如此,父亲和这兄弟俩始终都没有觉醒,依旧无法自拔,幻想着靠捷径挣钱养家,做着一夜暴富的白日梦。 但随着年龄渐长,张学友慢慢开始成熟,渐渐地远离了博弈,后来发现了一个更加吸引人,同时也是即将改变他命运的东西,那就是唱歌。 1984年9月,香港18区举办业余歌唱比赛,张学友的一位朋友前去领取报名表时,多领了一份。 参赛时特地把张学友叫去,为自己壮胆,没想到朋友落选了,而他却以充满活力的外形和具有磁性的歌声夺得了冠军。 唱片公司见他是个可造之才,便派人与他签约,不久就为他录制了一张翻唱合集,三个月之后又为他录制了一张个人大碟。 随着两张唱片的畅销,张学友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了香港家喻户晓的歌星。 他在歌坛的发展虽然也有过波折,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顺利的。 出道后第一年,他表现优异,与陈龙、谭永玲等人一起入选演艺圈十大红人。 虽然他年纪轻轻,外表看起来不经世事,但却是实力派歌手。 他的音色、资质、潜力和性情都随着岁月的滋养越来越浑厚。 无休无止地在歌迷心中逐渐加重分量之后,他在歌坛的成就非常突出。 1987年初,张学友录制了第三张国语专辑,以浑厚的嗓音诠释情歌。 有过恋爱经历的人无不产生共鸣。 此外,他还举办了六场个人演唱会,称为歌坛出道时间短, 举办个人演唱会最早的歌星之一。 八年间,他屡屡斩获大奖,终于在1991年与刘德华、黎明形成了香港乐坛三足鼎立的剧面。 而到了1992年3月,郭富城也加入了他们,四个人正式被称为四大天王。 对此,张学友自问受之有愧,并表示,当时歌坛还有谭永林、徐晓凤、林子祥等大哥大姐姐歌手,他何德何能可以称为天王巨星。 并认为,天王只是大家送给他们四个人的代号而已,不会因此感到飘飘然。 相反,天王称号的产生,说明歌坛竞争对手增加了,这也是件好事,能督促自己加倍努力。 在歌坛,张学友是有名的擅长情歌的高手,他的嗓音在敦实之外,还有浓浓的感性和温柔,尤其适合唱抒情歌曲。 天才歌手唱歌丝毫不费力,别人很难诠释的曲子落到他手里,却能轻而易举地表达出来。 有人还把歌唱技术最好的费玉清与他做了一番比较,指出费玉清倾向柔和典雅的唱腔,而张学友的声音唱法极副现代感,自然地流露出了感情。 当然,事业辉煌的他也曾走过弯路,虽然说在歌唱事业起步之后, 他就不再参与博弈,可是任何神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,即便是天王也曾有跌落神坛的时候。 那段时间,他的唱片销量虽然节节攀升,可是在那个群星会脆的时代根本拿不出手。 于是他颓废,酗酒,发脾气,自暴自弃,外界纷纷议论,甚至怂恿他的女朋友罗美威离开。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以为自己是个渣男,连自己的情绪都不能调整好,这样的男人很难给人幸福。 但罗美威丝毫没有受外界影响,依旧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张学友,即使他醉酒,也还是在他身边安静地照料,并且帮忙清理衣物。 奈何,罗美威的耐性,随着时间慢慢减少了,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,他选择了和张学友说再见。 长期酗酒且不听劝的张学友,可以说是伤透了罗美威的心,他只好选择离开,同时托人带话给张学友称,只要他能够戒酒,一切都有挽回的余地。 彼时,罗美威的离开其实对张学友内心的打击非常大,为了挽回这段感情,他终于悔过自心,成功戒了酒。 与此同时,对唱歌的信心也逐渐回暖,事业更不必说,一切都开始往好的方向走着。 而更令人值得高兴的是,他的感情也走上了正轨。 到了1996年,事业上如日中天的他,终于拉着罗美威的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在弟弟张学友已经迎接崭新人生之际,哥哥张学智却始终原地踏步,不是混迹博弈场,就是整日里浑浑噩噩的过火。 看到哥哥这个样子,已经改过自信的张学友,颇有些恨铁不成钢。 每次回到家,他总是对哥哥苦口婆心地劝说,跟他讲了许多因为博弈而家破人亡的例子。 可哥哥只是当下,先嘴上印了几句,没过几天就又开始了。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,张学友干脆让哥哥当自己的经纪人,负责安排自己的一切演出事宜。 这样既能让他有个工作做,又能监督他,一举两得。 当然,最重要还是想要拯救哥哥。 起先,张学智也工作得很认真,将弟弟的一切事物安排得妥妥贴贴,兄弟齐心将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。 但随着日子一久,他就慢慢耐不住安静的生活了,在私底下瞒着弟弟去找人博弈, 并且越开筹码越大,欠下了不少债务。 这时才渐渐地被张学友发现。 出于往日的兄弟情谊,张学友自然还是以劝导为主,希望哥哥能自重,还为他陆续偿还了不少赌债。 可被迷了心智的张学智,非但听不进去劝导,反而变本加厉,越来越疯狂。 直至最后,竟然欠下了600万的巨额债务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张学友对哥哥彻底失望了,公开宣布遇哥哥决裂,并表示自己不会帮他还一分钱。 但毕竟是血浓于水的兄弟,眼看着哥哥马上被逼得走投无路,在家上母亲的苦苦哀求, 他到底是于心不忍,帮哥哥偿还了这笔巨额债务。 但表示以后再也不会管他。 而看到弟弟这么狠心,张学智竟然一怒之下离家出走,之后还埋怨弟弟身家胜意, 却不帮他一把,任由他自身自灭。 后来或许是穷困潦倒的落魄生活,磨平了他的棱角,张学智竟然慢慢改掉了博弈的恶习,重新回归到家庭。 不过,尽管张学友原谅了哥哥,但过往就像横在两人中间的一座大山, 成了兄弟俩无法解开的心结,两人终究迫近难以重圆。 如今二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,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家庭上面,兄弟间的感情更淡了。 或许,如果当初能够预知未来,张学智会安安分分地做弟弟的经纪人,感情无忧,生活富裕。 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可一吃,兄弟俩年轻时都曾沉迷博弈, 但是张学友及时悔悟,拥有了灿烂的前程,而张学智则将人生最美的年华都浪费在了上面。 不过,浪子回头经不换,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选择, 也希望张学智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截身色号,不再沾染陋习,用心照料自己的家庭。 说不定随着日子越久,他与弟弟张学友可以冰释前线,重新修复兄弟关系,一起回归到大家庭里,好好照顾年迈的母亲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欢迎点赞订阅转发,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